唐卡有着一化岩石的作用,历来被人们视为珍宝。 近些年,中国西藏美术家协会鼓励当代唐卡艺术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方式上的多元化发展, 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 色彩厚重而艳丽,高线精致且工整,这是独特的矿物质颜料和画师精湛技艺为唐卡带来的魅力。 唐卡有着一化岩石的作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被人们视为珍宝。 近些年,西藏美术家协会始终致力于唐卡艺术的传承研究和创新发展, 注重对西藏自治区新闻一群体中青年画家的培养和扶持, 鼓励当代唐卡艺术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方式上的多元化发展, 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和良好的社会反响。 大概这个17年开始呢,就是我们就是跟这个就是以前是纯粹的唐卡展。 那17年开始呢,就是我们就把这个就是西藏这个当代的这个布面仲裁和这个一些当代的绘画呢, 就是跟大家一起做一些展览。 那么就是现在的这种绘画都是这个就是现代的一些这个就是从唐卡上传承下来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呢就是有所创新的一种绘画,叫西藏布面仲裁。 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更多的是就是画一些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内容吧, 就是比较人本的一些东西。 西藏布面仲裁画融合了传统绘画唐卡壁画与汉地宫比仲裁画的要素, 同时借鉴了西方显示绘画和现代绘画的元素。 画师们不顾手画派风格特色,用创新的方式创作出了具有西藏绘画美学特点的作品。 已经举办八届的建计愿满西藏精品唐卡展中,展出了西藏传统唐卡和西藏当代唐卡艺术创作, 成为以唐卡为媒介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发生平台。 在八届的展览里面,大家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西藏的唐卡文化发展得非常确实。 而且所有的文化、柳派的疏离、理论上的认识。 唐卡作为藏族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独特的绘画表达和艺术价值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一代又一代的画师们以包容开放的创作心态,让唐卡传承不息。 不断丰富创作题材,让历史悠久的唐卡在发展中历久弥新,熠熠生辉。